看手吃飯… Leslie, 今天你會做壽比南山嘯蝦 是什麼? 沒錯, 永浩 這個菜式除了賀年, 賀壽也是對的 我們有壽比南山 當然有南, 有山, 有蝦 南是指南瓜, 山是來自鮮淮山 蝦用了什麼蝦? 蝦有兩種蝦, 不是兩種蝦 是兩種蝦 除了一定有我們吃的大蝦之外 我們也有拉尿蝦乾 原來是拉尿蝦乾 是嗎?很有誠意 今天我們做醬汁跟蝦碌 走在一起時, 過時過節就最適合 不過我們事先要先做蝦頭湯 好 這邊的燒熱鑊, 永浩幫我加點油 加湯筋鬆一點 好 這邊有些蝦頭 燒熱鑊後, 我們可以把蝦頭抹乾 然後我們先推下去煎一下 另外這邊一直在煎蝦頭的時候 不如我們先嘗試處理其他食材 好 這裡有一些南瓜, 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會是… 是否已經焗了它的南瓜? 沒錯 Phoebe可能吃得多西餐 看到南瓜有些像放在全盒裡的乾果 好像乾了一點 其實這是…我們放在氣炸鍋 把它焗一焗的南瓜 大概焗10分鐘左右 175度上下 我們沒有特別加了很多油 你看到外面看上去就不夠金黃 但如果它像薯蓉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壓碎 看到它的顏色相對比較漂亮 金黃色 要不需要翻一下蝦? 可以翻一下 永浩, 我們的蝦不需要介意 煎香或有一點焦焦 也會令風味更突出 是 這裡可以逐少放進去 你不需要介意, 有否搓得很融 因為待會我們會加蝦頭的湯 是 永浩, 我覺得你… 你看到蝦頭, 好像起泉了 不, 我覺得永浩很勇敢 為甚麼 因為它是蝦頭, 我不會打開 是嗎?它不會打開 我又覺得好像不錯 又不會打開 調小火後 我們把甚麼呢 我們把賴尿蝦乾放進去 它比較甜 賴尿蝦乾通常可以用來放在飯鏈上蒸 或者用來做一些像大地魚的作用 你可以用去打粉 或者像我們這樣, 放進去也可以 這邊我們預先已經有些水 我們就可以撞進去 撞進去 Leslie, 其實蝦有甚麼營養價值 說脂肪來說, 蝦有很多種 我們在說海鮮裡算是中規中矩 不算特別高 如果有時候吃魚, 隨時比牠肥膩 這邊我們就要努力 先硬碎 硬碎 在這裡我們就有一個金黃色的 一個金沙在裡面 是 待會慢慢煮的時候 其實它會吸水, 慢慢煮開 很容易頭 當然很容易頭 這個真的不錯 這邊我們要調大火 慢慢煮熱, 慢慢煮這個湯 煮熱的時候, 加一些乾蔥 你看到乾蔥有一點偷懶 連上皮 對, 連上皮 因為我覺得比較香 我們在這裡大火 讓它煮了一個蝦頭的湯 你看到顏色跟南瓜蓉都很配搭 都是金、橙、橙、橙 沒錯 不過剛才永浩說 過時過節有時候想吃得健康一點 為什麼我們會選蝦呢 其實賀蓮一定會有蝦之外 我又覺得一口肉 它的脂肪不算很高 這邊除了有金沙已經準備好 其實蝦也要預先準備好 你的金沙打算做什麼蝦 我們用來做醬汁 我用來做醬汁 醬汁 我用來做醬汁嗎? 對 我以為你把金沙擠進去煲湯 煲進去溶化 是 做醬汁, 我們待會慢慢看 就知道情況如何 我們看到那些奶尿蝦乾 其實你也不要完全浪費 就算滾湯之後 其實它都保留一定的鮮味 我們可以用來吃它 更加不會浪費 吃起來會煙煙韌韌的, 是嗎? 也是, 除了這個湯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有些人很喜歡 滾它大概是二十分鐘 可能滾到沒有汁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已經出味 一天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放蝦頭下去, 滾得太久 會有一點甘甘苦苦的味道 所以我們反過來 就不會將它煮到尾巴 我們可以將湯料約略… 先撈上來… 只要它有鮮的味道 還有有點鹹香 就可以撈起 你看, 蝦頭還很好肉 是嗎? 待會留給大王你吃 在這裡, 趁著水滾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剛才的金沙放進去 這裡一直煮的時候… 會否令它變得更濃稠呢? 絕對會 Phoebe, 你真的非常聰明 你看到湯慢慢煮的時候 它會慢慢收水 而且會變得更濃稠 亦是我們說的 無論是南瓜或鮮懷山 筋徑類的好 或是一些澱粉質比較高的食材 剛才我們焗乾了它 慢慢煮的時候 它就會吸收蝦頭湯的鮮味 但你要調小火慢慢煮 沒錯, 這邊我們慢慢煮 這裡可以燒熱鍋 在這裡可以加點油 陳可賓 是, 大王 你的湯是煮來做醬汁嗎? 是 是的 很奢侈 也不是的, 大王 如果你喜歡, 我可以給你一個茶壺 在旁邊, 用來送飯 也可以 新年真的很奢侈 是, 或者很富貴 因為它也是用蝦頭 應該要這麼做 對, 阿平, 如果你不吃蝦頭 其實還是放在一旁 對 在這裡我們留殼 抹乾了這隻蝦 我們就在這裡, 把它煎香 為什麼我說留在蝦殼 因為我覺得相對比較香厚 旁邊看一看, 我們這個蝦湯 看到很多蝦油 是 蝦頭也有脂肪, 而且很高 我們就在表面上 金黃黃的顏色非常漂亮 對 在桌面這裡, 我們有一個… 是什麼? 蝦 我們這個鮮懷山, 它有一個作用 除了令我們的汁比較濃稠 我覺得你可以用來炒荷蘭豆 或者炒菜 在過節的時候, 它有特別的任務 補充飲食中的纖維 拌味 但是味道很大 很大 菜市場看到煙很濃稠 對 很旺盛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最重要是 煎至夠香 我們可以調一下火 令它保持著… 我們一直想外殼有香脆的質感 我們就不會說酒油或炮油 因為大家都覺得用了很多油 到最後的油又不知道怎樣用 不是, 蝦煎比較香 是嗎? 炮油會很黏黏 好, 這邊, 我們這個金沙的醬 就撞下去了 準備好了 已經預備好了 我們就在這裡倒入金沙的醬 我們調小一點的火 好, 再煮一碗 那淮山有什麼時候放呢? 淮山我們最後才放 因為你看到我已經預先把它蒸熟了 切粗粒, 蒸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加調味 調味方面, 我們不需要太複雜 加一點點生抽 還有一些鹽、胡椒粉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有時候我們去做這些菜式 也可以嘗一嘗 因為蝦頭本身的… 鮮味 我自己想起也覺得很鮮甜 之餘的奶尿蝦乾 其實也有一定的鹽份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太緊張 會不會太清淡 當然可以加一點鹽 做調味之餘, 非常重要 凡是海鮮的菜式, 我們一定會加 其實加多少 胡椒粉 大家也不太介意 因為加下去, 大家都會接受 而且覺得… 香一點 香一點, 我們就加進去 最後才把蒸熟的鮮淮山放進去 所以整個汁不會煮得久 連淮山也會融入 最後這個時候, 我們才調大火 是 收回汁 讓你覺得需要有多少汁 現在就按自己的喜好 就像大王一樣 我想喝口湯 或者可能說, 拿些汁來拌飯 我們就不要煮得太乾 為什麼?你看到剛才我們 我們先把南瓜煮得有點熟 乾身一點, 讓我們煮汁的時候 就不會完全蓋爛了 我們在這裡就把這個蝦粒 我們就可以把它上碟 你不是說, 陳國斌 如果這樣看, 多一點湯 這個湯還不錯 味道更美味 對, 把汁在上面 我們一邊吃, 一邊可以拿來送飯 我們連汁都可以淋在表面上 對 有點像什麼? 很豐富 我覺得… 有點像咖喱 真的, 大家也有這種感覺 在這裡我們先擦一擦碟邊 最後我們把一點蔥花 灑在表面上 大家說每年都吃蝦粒 今年我們可以有一點不同的生意 南瓜一用 對, 我們做這個 瘦比南山, 趙夏夏